其實電腦中心在多方嘗試跟多方合作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BIM 如果你在業界裡發現在職業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人開始已經把 BIM 用在室內設計 因為商業空間的使用 也需要跟底層圖式的 BIFG 結合 那今天我會請到我們比較 新銳的建築師 是我們吳建和建築師 他得過很多大獎 有德國 IFG 設計獎 日本 Good Design 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德國 German Design Award 義大利 A Design Award 很多啊 我請他待會自己再多說一點 他也在各大建築師公會 介紹了怎麼把室內設計整合的這些應用 我們掌聲歡迎吳建的建築師 謝謝 好 今天也預期這個時間了 不過我們就是往後走 今天感謝AutoDef跟他邀我來 那特別開了這個主題是希望在場的各位呢 如果你現在正在猶豫 那我們看看他幾個東西 我們先很快的 slide 一下 2008年做的一個一新餐廳 2009年做的一個腳踏的自營中心 2011年做的曲面 這Tremoto Reads 畫的 曲面畫的一個Sky Square 進圖 2010年做的一個自營車建築物的角落 然後另外2011年做的一個圖書館 2012年做的小住宅 2014年做的高昂市勞工博物館的立面的改造 2015年做的室內這些台北的這個空間的整個 新的空間的改造 2011年做的小住宅跟室內設計的整合 2017年做的住宅跟增建的這個處理 2018年做的幼兒園 2019年 2020年做的一個這個老屋改造 然後三層樓去做處理和室內設計 2011年做的室內設計的這個比較細節的處理 2012年做的這個同一鏡 所以很快速的 slide 過 讓大家先理解 Rubyster已經進行很多年了 我已經用了17年了 也就是說我從2005年開始學這個東西 然後一直用到現在 那這個事情是要跟各位講的 其實各位可能會覺得說 你現在講軟體 跟各位講 Rubyster對我來說不是什麼軟體 它就是一個物件導向的整合在我們工作當中 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來看 各位應該都發現這個事情 你看 你從CAD SketchUp Bray Finder CAD 整個走一圈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來來回路的圈 我不確定各位是不是已經用Rubyster的人了 我當然知道這邊很多大神 但肯定有一些人 就是還在猶豫要不要踏進這個世界 那你看 基本上會有很大的問題 你改一個小地方 你全部的圖跟模型 你都得改 一定大家都會到過問題 如果你不是用BIM的系統的東西 當然BIM包含只有Rubyster 只是因為我個人比較常用Rubyster 那你看 我們要強調一個事情 就是做一次全部完成這件事 剛剛我們前面的徐老師 他們講的這個整個的樣本 而我們在講的其實是 從建築到室內設計整合的變動 所以你看它其實整合的事情 重點是這個 來 把你的時間拿來做一些別的事 不要拿來一直改圖 你一直改圖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你何必為了一個圖 然後改個東西都改得全部很痛苦 所以我們怎麼樣開始 這今天主題 來我們看 這幾個東西歡迎大家拍照 來你看 第一個 重新理電話系統 公司資料庫 然後 跟客戶一起共同設計發展 設計計算怎麼引導溝通 應用真實專案怎麼互動 然後軟體怎麼輔助 然後接下來怎麼應用專案模型 開始來認證一下 第一個人看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在2018年之前做好的系統 注意看喔 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們不會這麼急著進去建Model 我跟各位說 你們在一般的這個房間 去看軟體教學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會很強調說 你要把軟體用得很好 用得很深 用得很細 而在我們建築師的職業 或是室內設計職業 根本這件事 不應該馬上被發生 你在想 跟客戶見面的時候 拿很多圖給他看 那圖沒有什麼價值 你圖沒有價值 當然就隨便給你改啊 對不對 你不應該一開始就把圖拿給他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看我沒有跟他先對往 我是不簽約的 不簽約不畫圖的 當然我會給他一些簡單的前置作業 但這件事是對我們所有的建築師設計師 有一個很好的保護 因為這個機制才能夠幫助你 把你的真正的設計 涵蓋著這個精神層面變得更好 所以你看簽約合訂之後 才開始到所有的空間模型 這個時候才開始建模 建模你就開始這樣 處理現場的狀態 處理你所有的這個空間環境的環控資訊 把你所有的該有的法規搞進來 然後接下來 你跟他確認完這基本事情之後 再來去處理你要Render的事情 你們注意看 現在手上你們所有的案子 有沒有像我這樣子的 多數都是先把這個Render放在最前面 我跟你見面 我先你看看很漂亮的3D 跟你換一個很漂亮的Render 一個模擬圖 然後結果客戶就說好 這樣OK 結果你做出來不是那樣的 可是我不是要這樣 你當時給我看的不是這樣 你的房子不是長那個樣子 當然不是那樣子的狀態 所以這個東西不應該擺在後面 不應該擺到前面去 然後最後才做施工圖說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是一個連貫的事 那我們來看 你看建築設計在進圖的時候 我們的閒置作為把它做好 對不對 這是一個擬定化系統的事情 過來你看 建築設計跟建造圖可以同步進行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同步的東西 同步的怎麼樣呢 你看都神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整個都在一個檔案裡頭 把它整合在一起 它不應該是被分散 然後過來你看 視窗審查 我們也是直接在裡面做 也就是說到現在為止 我在講 所謂的系統化的這個整合應用 它是一個整體的事情 它比較符合我們設計師的流程 而不單純是從軟體的角度去反推 也就是說 我一直強調一個事情 我們要懂得怎麼樣 運用軟體幫助我們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我們去學個軟體 然後只知道怎麼操作軟體 產出一些圖說 結果不是人家要的 那你快 建築跟視窗整個的說明 也是今天講的主題 所以你看我們從建築就把視窗抓進去 所以你看我可以把所有的視窗都拆出來看 那建築的東西拆出來整合 基本上這個整個的流程 就會變成是一個符合的發展 然後包括你看 第二個來講公式資料庫 你看資料庫在材料庫跟原件庫的時候 你是邊做邊建的 而不是說我們都以為 很多人都以為 我是整個把它做完了才去做 來各位 你有辦法 你開業的時候就把資料庫弄完了 這種狀況不發生嗎 不可能 你一定是你要用什麼東西找 不然你看整個建築這麼多東西 你收都完嗎 你收你需要的 根據這案去做 所以基本上它其實是一個 公式資料庫是你慢慢做出來 但是不會很慢 一個案子就一二十個二三十個 很快就加很多了 你看像這個 我們這個邊設計邊加入廠商資料 把它資料建完一個之後 基本上廠商一樣嘛 接下來東西就差不了多少了 很快就直接複製成一大堆了 一個案子用了五六個子專 就馬上結束 很快就可以拿到下一個案子用 因為我們個人都有偏好 有些人喜歡用比較素的專 有些人喜歡用比較花的專 它是可以不斷的去沿用 然後過來看 不斷的累這資料庫 所以你看我們的資料庫 這是什麼呢 我們參訪Ruby City 跟BeanObject 去做一些我們的整個整合 當然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 我們一開始也沒那麼詳細 但越到後面就越詳細 那詳細之後就會開始去做這種分類 你看我們名稱不是進來 就是它的編號很亂嘛 我們是有編號前面的前置組 你看家具在前頭 然後這在後面 然後我是有編號 這件事情就可以把你資料庫邊的更系統化 然後過來我們看看 跟客戶怎麼共同進行發展 你們看喔 對一下紅色對紅色 藍色對藍色 橘色對橘色 2019年的4月17號 當時還是這個狀態 那我們已經把版排好了 所以到2019年9月5號 是這個狀態 也就是說 我並不是像CAD一樣 是不斷的出很多圖 而是我在一個版圈排好之後 我就是設計完了 然後只要出圖 它就會更新到最新的狀態下 這個事情就是一個系統化的流程 會產生的結果 因為如果你不是用系統化的思考 去想這個事 你就只是用一張一張圖 而這個不是一樣 你看光是這個事情 你用兩張圖面圖 你看兩張圖面圖 退這個地方 兩張圖面圖 可是事實上它是不同的 兩個設計階段 它是不一樣的 那過來看喔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看設計做了一年半 我們做84個版本 84個版本 各位 如果你是用CAD跟SKID畫 你看看84版畫到什麼狀態 這個案子大概才2000萬的案子 做84個版本 做了昏倒 所以基本上 我們如果有把這個版本 基本上是一次就輕鬆出圖 對我們來說是很方便的 過來你看 這個時候我們有開信託課程 我們學院是這樣 你看它設計階段 就讓屋主有尺寸對照的討論結果 所以對屋主來說 你看像這邊他在講 這個屋主在看SKID圖 就問他有沒有尺寸圖 為什麼這樣 我們剛剛不是有說嗎 我先給他看3D的 可是他就比較尿一點 他知道說尺寸很重要 他就問你說這個高度多少 你今天如果用SKID圖的話 你會有高度的問題嗎 你大概只能大概 大概剖一下 大概幾公分 可是不準確嗎 所以他用這個東西 他直接 直接就直接剖給他看 剖給他看 馬上給他看 馬上剖給他看 馬上屋主就設算很好 也就是說 在這個階段 你在引導式溝通你的屋主 你在讓你的屋主跟你參與設計 而不是像我們過往一樣 我設計完你只能聽我的 然後到時候再告了告訊 或是跟你查了查訊 那不好的 過來你看 我們理政會的角度是這樣子 從平面圖3D圖 剖面圖 地面圖 整個它是串接在一起 一次完成 這個一次完成 相當重要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你在設計的時候 你是同步去思考 施工圖說 而不像我們一樣 是施工圖擺到最後才弄 這個會造就一個很大的問題 施工圖說沒有人會畫 在座會畫施工圖的肯定有 但是你真的有在畫的肯定不多 那如果你一開始 就把這個事提到前面一點去思考 你的後面的東西 就變得非常簡單 然後過來看 這個 因為你在引導式溝通 所以像在溝通的時候 比如說在Ruby的操作畫面 那我直接可以做Render動作 它就可以直接同步呈現 也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同步的狀態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我們在做淨圖的時候 我們也是直接給它3D 即時化 彩線即時化 這個是用以前的Mentory做的 就是Ruby的內建的Render去做的 這不是剛剛那個 它剛剛是Enscape 那過來你看 這個不論是建築還是室內 基本上它都一印俱選的 直接就可以直接Render 直接對照 此外你看 在今年開始 Ruby的正版授選 它有附贈TwinMotion 正版 也就是說其實它已經延伸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我真的有去用 也下載了 你看我還特別去找這個給大家看 Ruby的它是專門給Ruby的TwinMotion版本 它是可以下載的 這個東西 它正是正版買的 是1,2,2,1 而且它還是有綁期限的 現在你用這個 它就整個正版很好用 也就是說你看 剛剛到現在有三個選擇 你可以用Ruby的本身的 雲端360的Render 你也可以用Enscape 你也可以用TwinMotion 當然你還可以用Vray 但我試過Vray 還真是不容易 我自己不太會用 我也不敢用 那你過來 你看再繼續跟大家講影檔 你看 基本上你在跟我討論的時候 它是需要跟你改變材料 譬如說耐力是太貴了 我畫不下去 我用色列石就好了 那1平方公分 從200多塊降到100多塊是有落差感 1平方公分 那當我要改的時候 我改完材料直接出土 所以你看 我直接把這個面板改成我的別的材料 我系統資料庫有了 直接選完 直接一鍵出土 就馬上成為我新的東西 你看包括桌面直接變食材 然後版面直接改變 它是瞬間的 同步的 它並沒有說什麼 還要再delay什麼東西 沒有 所以你的屋主如果跟你正在溝通 就如同我現在跟你溝通一樣 我馬上給你看到我現在的呈現 你會覺得我在跟你溝通 而不是我在交土給你 我們要改變過往的邏輯 過往的邏輯都是 建築師設計師是一個交土的工序人 或者是一個完成你東西的蓋章人 或是給你一個Render 彩線的一個建長兼工者 我們繼續說這種人嗎 有說這種事嗎 我自己雖然年輕 但是我也做了十幾 大概十五六年的設計人 我都很清楚知道 什麼業主給我們的反饋是多麼的 我不想 沒關係 所以你去理解 所謂的女生會讀這個事情 你看 女生會讀在講 思考材料跟 構造的關係 所以你在早期的時候 你就會想 我的燈該多亮啊 我的燈是擠 擠得流敏啊 燈的顏色是什麼樣色溫啊 幾瓦 直接算出來 你是早點去思考 所以你不會就是 譬如說我建完膜 然後再圖一圈燈光 看起來很漂亮 結果你真的燈打起來 就不是那一回事 你試試看見見道明的那個 成板燈 你給它一段接起來 會不會斷光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 就直接用線板的去做 而且長度可以算出來 就基本上是整合在一起 不然你看 我們在做真實專案的時候 我會在做設計之前 就先把面積拿出來討論 也就是說我們在做建築之前 我們會先把面積 我們自己有做一個開發的邏輯 但先各位講 我這個跟其他人不太一樣 地方是我不太喜歡用外掛 因為外掛每身版本就完蛋 所以我個人是很忠實的 Autodesk Reads 的使用者 就是它有什麼功能 我就想辦法把它變出來 可以符合我們的真實專案 所以你就沒有版本的問題了 所以你看我是用它內心的版本 然後直接把面積算出來 然後算完之後 我可以直接去窺探說 我大概這個設計有沒有問題 然後業主看到這個很開心 你給他看一堆平面圖 他看不懂 你給他看那張圖 業主他就是看到3D 是我的家 我大概可以想像的到的狀態 平面圖說 那建築師門口在哪裡 你跟他講 他說在這裡 我看不到這種平面圖 所以他會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這個真實專案的互動很重要 過來你看 我們也會撲這種撲命來看 一撲 你的家就出來了 各位 這不是我另外去做合成的動作 就是instable 直接看到 我只做這個 這幾個人放進去而已 放點人嗎 總之比較人性一點 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這樣的活動空間 屋主一看就清楚 而且你看 建築跟室內設計整合 所以你看 像這個天花板 冷氣放在哪裡 燈光怎麼照 然後燈光的厚度 有沒有 天井的位置 然後天花板的高度 跟這個櫃鐵位置 然後停車場這個地方 全部一清二楚 這種圖說 是可以幫助屋主跟你共鳴的 而不要產生一堆圖說 是讓屋主覺得你懂就好 反正我就驗收結果 不爽我就給你扣錢 不要做這種事 這種事真的不太好 好不然你看 做室內設計 你看這個真實專案活動是怎麼樣 我們也是一樣 頗為室內設計的圖說 然後把管線一鍵出來 當然管線一鍵出來 這件事有好有壞 要花時間 但是對這種很高單價的案子來講 這管線出現 其實會出現到我的這個燈具 還有那個分割縫的 我必須好好做 因為那個板一割壞就難看 這單瓶 單瓶的照價二三十萬 當然是要出一點這個事情 那你過來看 你看這個整個的高效輔述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你把整個的流程都一起串在一起 它不是像我們過往一樣 圖是分散 它是組合在一起 然後再來你看 這個是準確的模型運算 你每個零件的運算都在裡面 所以你看裡面的面積 磁酸快速都可以算出來 那你看這個圖說也是 我們所有的裡面的開關插座 可以透過顏色變化 就直接看到所有的開關插座 然後還可以直接把廠牌列出來 把成本算出來 把數量算出來 我在說明時這沒有外掛 我全部用內建的說 這很重要 那你看包括裡面的牆面 成本面積還可以加持 附加直接出來 後來你看磁酸還可以做整磚數量 我可以知道我幾塊磚 因為有些磚一塊 可能就上千塊了 上千塊台幣 你沒有整磚的話你很麻煩 所以我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後來你看 除此之外我們所有這種東西 包括這種櫃體的明細表 幾台詞都算出來 看到幾台詞看到沒有 成本多少 櫃體價多少 而且還可以直接輸出一sell 都實驗過 然後過來你看 因為完成之後 我們其實都會想說 那案子就不能拿來再利用 其實沒有 你可以拿來再利用的 也就是說 你把這個狀況持續再利用 你把它拆散得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所有東西 包括這個 你看 我們每個室內設計的案子 都是特別去做專屬的 跟各位講 這只有全世界 只有亞洲 尤其台灣做得到 台灣有太多廟 有很多很強的木工 然後傳承到下一代 所以我們台灣的木工 超級強 你看國外都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隨心所欲 設計我們要的櫃體 就會有人幫你解決 但國外不行 國外你買家具 就是買那個品牌 所以台灣才能做這件事 但是因為我們做得到這件事 我們有這樣的環境 所以當你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要拿來再下次利用啊 不然我每個案子都設計一個 我就化死了對不對 我同事要都要參考啊 不然你每個人都超強化 會出什麼 不可能 所以我們要考慮實際狀況 把這個專案留給下一個人用 他可以拿進去修改 修正 這個調整 重點是什麼呢 這些東西不是只是模型過來 它的材料帶過來 它的資訊帶過來 它的價格帶過來 它的台詞帶過來 全都帶過來 因為RIBIT是一個 會把資訊帶在模型的一個軟體 它是個平台的觀念 它不像其他軟體 只帶幾個資訊過來 它沒有帶材料過來 所以不一樣的邏輯 這個很重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成功案例 我也跟大家講 講那麼多都我講的 都我畫的不準啊 我畫17年當然 看看別人怎麼學的 你看一下 這個是來加入課程的 來兩個月而已 爸爸是營造建設公司 他是現在的二代 他本身在公務機關上班 他爸爸就說 你一定要幫我搞這個 因為這個案子這麼多錢 你公務機關上班 這是你現在做你開心的 但以後真的要接家產 那你要接 他就 建築師給他的圖 基本上就是 建造圖啊 那當然會不要點尺寸給他 但建築師給他不要那麼細嗎 不可能嘛 我們哪有這種空檔 你要叫我做這個 建築師要收很多費用 那你看喔 他就直接跟你講了 這個 水電師傅進場 用電話詢問不在工地的我 關於廁所的空間的尺寸 不知道怎麼辦呢 他就只好建模 他說提供了這個圖 說會給水電師傅 再也沒有打電話來 這是不是建築師 也不是室內設計師 你看這個案例 他是真實的跟我回饋 而且他還有空拍圖 給我看 真的是一模一樣 他們營造廠 這個建設公司做得還不錯 算是做得不錯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 他透過這個幫助 我要跟各位講的意思是說 怎麼幫助到我們才是Key 而不是你會畫多厲害的圖 畫多厲害的圖 那個是給我們自己示嗨的 但你能不能解決上問題 才是真的可以把問題 克服這個狀態 那過來看這個 你說很難 上課兩個禮拜而已 他自己看到趨勢來上課 馬上兩個禮拜 就可以把這種圖都做出來 然後把基本的東西都做出來 而且你看注意看 我們很重視旁邊這個圖 圖說的這個分層 它是很詳細把它列清楚的 而這個是BIM information的核心 很多人在建模的時候 旁邊都是樓層一樓層二樓層三 然後3D是圖一 3D是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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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資訊的說 你怎麼找不到材料 怎麼找不到資料 很難找 然後後來他看下一個 你看這個 這個是本來他已經就會用 日北城在做建築的人了 然後他來上了室內設計之後 他就可以把它整個串接在一起 他其實串接在一起 他說一切很流暢 因為以前他進到室內 還是要把它再轉出一個 Sketch up的檔案 然後在裡面再繼續做處理 處理完之後 還要剖一堆面 然後常常做CAD 他不知道怎麼做 進來就可以做了 就很方便 後來你看兩個月 他就學到整套 把整套Rubishi都做完了 包括所有的這種管線 帶樣圖書都做完了 而且他老闆還主動出資給他學 我覺得說 其實沒有那麼難 各位都覺得說 我可能要學個半年一年 我聽過那個大公司說 我一年長期計畫 一個月一個月翻轉 然後整個公司翻轉 跟你講一年後已經失敗了 為什麼會失敗 因為事實上你 不拿真實案子就會失敗 拿真實案子run看看 那個壓力大到 那個人如果不出來 他要賠錢 他馬上怎麼樣 往實際轉把你做出來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個是另外一個建築師 這是 他是從此做建築 跟身體實驗 你看他就是做完 做完之後他直接 可以做 他本來是SunnyMax的 長期壓用者 然後他就嚴困擾 因為為什麼 SunnyMax也是很麻煩 打光啊 上材料啊 就算Rubishi可以外掛 把東西帶出去 他還是要一個個指定回來 打光 全部都重來 他現在跟我說 這樣輕鬆太多了 這個我們業界人 都認識了 那你過來 你們覺得 我們剛剛這樣證明 能不能真的可以 有效快速的進入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但是我今天特別是 我們拿這個東西 你們掃一下QR code 我剛剛教的那些 重要的簡報送給大家 OK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五屋建築師 其實 他在第二屆是很知名的 也輔導了很多 產業界的 跟建築師合作的案件 建築中心 今天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也來分享這樣的課程 因為我們也發現 BIM的好處 已經不再只是 制圖而已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的資料傳遞 跟資料的聯動 是個好處 但有一些 我們比較不清楚的地方 是建築中心還沒有摸索到 我相信 業界都有摸索到 但無建築師 一直走在這個前面 我相信 大家趕快 下載這個工業 可以跟他聯絡 要上課 要討教 跟他聯絡 那如果建築中心 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也讓建築中心知道 建築中心以後 想辦法跟無建築師 我們再掌聲 謝謝無建築師 謝謝